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偉彤 就開始帶您關心國際股市 美國聯準會官員的最新發言 並未能安撫市場情緒 華爾街股市週一下錯 四大指數都收跌 不過臺股今天十五號是開高走高 臺積電受惠波克夏公司大買ADR的激勵 股價爆量飆漲近百分之八 這也帶領的價權指數 中場是上漲三百七十一點 收在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六點 離近半年限 而外資今天買超三百四十八億元 光是近三個交易日 就買進臺股一千兩百一十一億 好 美國億萬富翁巴菲特 罕見大局投資科技業 旗下公司波克夏海瑟薇 週一揭露買進臺積電的ADR股票 而這項消息是激勵臺積電ADR周二盤後 大漲超過百分之七 外媒報導 根據波克夏依法公告的申報資料顯示 截至九月三十號 波克夏是持有約六千零一十萬股的臺積電ADR 相當於四十一點二億美元 分析指出巴菲特難得大買半導體股票 會讓市場認同臺積電具備長線投資的價值 好 金圓代工龍頭臺積電 位在中科食物廠的新人訓練中心 上午是首度對外向媒體曝光 而九個樓層的新人訓練中心 可以說是全球半導體業界首創 也讓外界看見臺積電移運超車三星和英特爾 背後關鍵的秘密武器 動輒上億的半導體製程曝光機 還有配置在十二寸廠的自動化運送軌道系統 都擺在眼前 位在臺積電中科廠的新人訓練中心 首度對外曝光 這邊是臺積電位於中科園區的新訓中心 藉由讓新人實際操作接軌職場 如果說今天的話 你們第二層裡面的氣開充足的時候 它會噴出來 甚至通關都對 由前輩單綱導師 把過去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模式 現在轉由新訓中心統一負責 讓剛進入的臺積新人素質能夠標準化 合計九個樓層的新訓中心 配置黃光 石科 還有各種昂貴設備 讓新人培養食物基本功 順利接軌日後工作 至今已經培育六千三百位台積電優秀工程師 因為你知道那一台設備都是幾百萬美金或上千萬美金的 那是真正拿來生產的設備 把它搬來當訓練 所以那成本是很高的 那當然我們那一棟大樓 這個通通噴出來 那一棟大樓也不好錢對不對 所以加上我們的老師 那成本是相當高的 模擬電力中斷時如何恢復廠區工店建造中的日本熊本廠十一位員工就正在台積電旗下的廠物學院五大中心上課 台積電新人進入公司會依照負責的美系還是日系設備進行數週訓練 可說這裡就是台積電人才的關鍵培育庫 過去要是沒有這樣的專業訓練 你可能好幾個月你都還在摸索 幫助他加速 所以他可能來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能夠追上他學長在我們這邊好幾年的功力 這是我們在做這個新人中心或常務學院的目的 一向默默做事低調的台積電 這回大動作對外公開人才培育養成術 也對外舉辦年度設備博覽會 鼓勵員工持續突破 提升自我 讓外界一窺 台積電被稱為護國神山的堅強技術力 新唐人亞太電視陳輝謀 黃彥林 沈維彤 台灣台中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 以及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超過三個小時的拜習會 會後美國和中共都各自發出聲明 不過在台灣 中美關係 人權 中國體制 經濟脫鉤 以及俄物戰爭核武器 還有非法關押美國公民等八大議題上 雙方說法仍舊不同 像是中共通稿中 習近平表示 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 反對打貿易戰 科技戰 而在白宮的通稿中明確指出 拜登強調 美國將繼續跟中國進行激烈的競爭 好 辦席會結束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 歐洲將與中國接觸 但需要重新平衡這種關係 必須避免重到過分依賴 俄羅斯化石燃料所犯下的錯誤 另外 米歇爾指出 對於中國要避免在創新技術等領域過度依賴 好 焦點轉回台灣 六G時代即將來臨 台灣與歐盟為了強化雙方合作 今天在台灣共同舉辦聯合研討會 探討雙方未來在六G的合作方向 而明年在台灣舉辦的 Compute Tax 歐盟規劃組團來臺 到時候雙方將共同簽訂 以六G為主的台歐盟合作備忘錄 歐盟執委會官員與台灣經濟部官員 工研院和產業代表現場連線 這一場台歐盟6G S&S聯合研討會 雙方進一步探討未來六G合作的方向 這邊留下就掌揚不會有機會 共同共同星期間 有機會有機會成구 越來越多 以更為為動画大陸 память 另外 Agenda 小雙方的目標是 to have a global 6G standard I hope that this event will be a steppingstone to creating that deeper collaboration Taiwan has a very world leading semiconductor and ICT industrial classes while EU leads in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aiwan and EU can complement with each other's advantages to devote to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从2016年开始 台湾经济部技术处就攜手欧盟自通讯总署展开合作 双方投入1800万欧元 总共有10国30多个产学研团队加入 总共支持4个计划 技术处也规划推动双方产业协会 2023年在台湾签署MOU扩大6G合作发展 我们是也希望在明年他来的时候去促成6GIA 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台克斯 就是我刚刚讲台湾自通讯 产业标准协会的这个两个中间 互相去签订MOU 有机会可以把我们可能的一些 争取的一些标准也可以纳进去 而欧盟为了跟台湾深化6G合作 明年将在Computex展举办欧盟创新周 到时候欧盟相关厂商和官员将组团访开 新唐人亚太电视 監众伦黄亮剑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好 再来看到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今天在一场论坛表示 印太经济架构IPAP将在澳洲召开 第一次的资深官员会议 而这项架架涵盖贸易 供应链基础建设等 希望在未来两年左右达成协议 而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议题上 戴琪指出这些关税仍会存在 因为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 美国会持续和中方讨论关税 以及相关议题 目前还没有找到解方 好 上个月中国企业长江存储 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 而在拜席会结束之后 由美国官方消息传出 长江存储最快在12月6号 就会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 14号路透社报道 负责出口执行的美国商务部 助理部长艾克塞罗德透露 中国长江存储和其他30家中国公司 最快12月6号就会被列入贸易黑名单 一旦长江存储被列入实体清单 长江存储的美国供应商 必须获得商务部的特殊许可 才可以向长江存储贩售低阶产品 未来如果长江存储被列入到 美国在出口的这个黑名单当中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在对岸 那么进行记忆体方面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那么无疑将会形成成一个重创的效果 也就是说未来呢 要再推进Netfresh 那么甚至在Drain的部分 都有比较大的一些困难 先前苹果计划使用长江存储的快省 记忆体晶片 但随着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新禁令 并将长江存储列入未经侯实清单 计划宣告暂停 新唐人亚太电视领域堂张淇琳 综合报导 电商巨部亚马逊 船将裁员1万人 最快会在本周进行 纽约时报指出 裁员范围主要集中在设备 零售和人资部门 将是亚马逊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裁员 彭博社报导 知情人士透露 虾皮姆公司东海集团 过去6个月裁员超过7000人 占总人例约10%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及总裁魏哲嘉 上周以联名方式 陆续发出预定在12月上旬举行的 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厂禁机典礼 邀请函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也在邀请名单 平面媒体报道 张忠谋将倾赴美国 参加这场重要活动 主机总处发布国情统计 随着贸易关系升温 欧盟27个会员国 已经有16国 在台湾设立办事处 今年1到10月 台湾对欧盟出口297.2亿美元 蓄增14.9%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好 但你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积电10月股价下沙破底 总裁为着加以行动力挺公司 看好公司前景 也增持两百张股票 而永丰银行太阳能光电融资 市占第一 目标2024年的挑战光电融资 余额千亿元的规模 另外工业电脑厂 友通布局电动车市场 七首居士科技车用资安子公司 来拓展车载软体安全应用服务 相关技术 另外立法院今天三读 通过修正停车场法部分条文 增定公共停车场应该设置 电动汽车充电专用的停车位 以及充电设施 好 来看到微软亚太技术年会实体展 在今天正式开幕 除了在台北 也首次在高雄举办展出 来串联南北科技链 透过仪器就可以远端不接触 进行生理素质侦测 协助提高医院效率 上班打卡手机一键就搞定 圆端人资系统平台 整合上下班打卡 请假排班 薪资情形 企业管理人资更方便 文人亚太技术年会 Devdays Asia 睽違两年再度实体举办 台湾数位发展进行事 台湾微软说 已经协助培养了 十四万的数位人才 而微软持续投资台湾 总监理变智祥表示 看准台湾优质人才 拥有高教育及创新能量 同时也看到台湾产业 软硬体 韧体 加上人才创新的生态圈 在未来的两大产业结构里面 一个是电动车 一个是5G 通信产业 这个原来都是从 比较封闭闭环的一个产业 走向一个开放的生态链 而且是由IT来 创新跟主导 这是台湾一个绝佳的机会 微软将各产业云带进台湾 协助台湾数位转型 千检曾宣布 在台湾设立第六十六座的资料中心 预定今年下半年启用 变智祥说 资料中心目前正在照营运规划走 会分阶段分产业 一步步导入和执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 持千里 曾心敏 台湾台北报道 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 交易所FTS申请破产 引发加密货币挤兑潮 后期是否可能引发连锁效应 下节新闻我们带您了解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带你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 报纸讯息 首先彭博社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表示 习近平会向世界发出 强烈信号 中央时报 菲德副主席布兰纳德 支持放慢升息速度 但表示菲德仍有工作要做 华尔街日报 巴菲特旗下的 波克夏海瑟威 第三季买进九十亿美元的股票 另外日本产经新闻 电通集团宣布退出俄罗斯 将把所有的股份 转让给俄罗斯当地合资企业 好来关心近期全球科技业 开始大规模的裁员 人事冻结 而苹果公司也已经开始 缩减某些部门的招聘 苹果执行长库克强调 在招聘方面将会变得非常谨慎 会持续招聘员工 但不会每个部门都进行招聘 而媒体报道为了提振销售 苹果正在罕见 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优惠 对批量采购十四寸和十六寸 MacBook Pro的笔电企业客户 提供百分之十的折扣 以应对假日购物 档期的销售低迷 受到日元贬值疫情影响 日本上一季度经济年增率 是意外萎缩百分之一点二 是近四季以来的首度衰退 而日经二二五指数 十五号是开盘走跌 外媒报道 日本官方数据显示 日本第三季的实质GDP 继减百分之零点三 年減百分之一点二 是远远低于经济学家预估的 年增百分之一点一 也是相隔四个季度之后 出现负成长 而报道指出 日本经济第三季 使意外出现一年来首次萎缩 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 日元疲软以及进口成本上升 对家庭消费和企业造成影响 进一步加剧前景的不确定性 好 再来看到中国疫情恶化 打击消费者信心 也拖累中国经济 根据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十月份的工业生产 较去年同期成长百分之五 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而零售销售数据出现百分之零点五的衰退 是今年五月出现成长以来再度转负 而中共近期采取措施以减少防疫清零政策的经济成本 并且祭出金融措施好支持房地产市场 不过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已经大幅下降 而这些措施是难以显著的提振经济 全球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S 是一系之间出现破产倒闭 引发币圈恐慌 而数据显示过去一周 世界各地的用户从加密货币交易所 赎回三十七亿美元的比特币 二十五亿美元的以太币 以及超过二十亿美元的稳定币 合计超过八十亿美元 而方舟投资就警告 FTS破产是加密货币史上 最具有破坏性的事件之一 这可能使得加密货币的采用往后推迟几年 并且可能让监管机构采取严厉措施 好 全球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S是申请破产重组 消息是震撼加密货币圈 而专家视为是加密货币版的雷曼兄弟 我们请教台新投资 全球策略研究部协理江浩农 就您观察这波加密货币 真正崩盘的一个主要原因 后续是不是可能会引发 所谓的连锁效应 影响到实体的金融层面 这部分要请教您看法 我想这个事件这次凸显出来 是目前的这个加密货币圈 实际上还是缺乏了一些 比较健全的监管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FTS这个事情传出来之后 包含像是美国财政度 或说美国的政教所 也开始传出这声音说 他们认为有这个义务 必须要去加上这部分的监督 跟这个管理 那这次事件实际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以FTS跟这个传统金融相较起来 它并没有这种靠这种传统的这种金融 我们会需要要求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低的存款准备金 的这样的机制 大部分目前在下面会确定 大家靠的是自律 那所以自律这个东西 实际上当你产生那些挤兑风波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能就不管用 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其实FTS的这个冲办人SBF 他自己的另外一家公司Alameda 之前被人家爆出来 他的这个资产负代表 大部分的资产都是靠这个FTT 就是也他们自己的这个交易所 发行这个代币为主的 当初主要的资产 这引起大比较大的这个恐慌 因为第一个你这个资产的比重 其实相对讲 集中在单一的货币的这个风险太高 虽然很可能会因为这个币值 短时间之间下跌 会造成质不抵在这个情况 因为这样子 开始造成大家的大量挤兑 那在这个挤兑情况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更清楚 其实FTS曾经也是一样 他挪用客户的钱 去资助自己的这个风头的 这个Alameda这个公司 也因为这样的情况 其实让我想让这个公司 其实短时间之内 一下就整个币值就归零 这当然我想在币圈 其实不意外 像这种Rockpool 就是这种所谓这种 卷款这种情况 其实屡屡会发生 只不过这是出现在 这个第二大的交易所 所以我想这个之后最大的影响 就是在于是说 接下来监管监管 势必要跳进来 我想我们接下会面临到 更严格的这个规范 不再能够只是靠这个业者 自己的资律的这种监管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可能会有一些更明确的 这些罚条会出现 那至于会不会 渲染到这个传统金融 我们认为是不会 主要是因为 以BIS之前的一份报告 在上个月的 他有揭露目前的传统金融 大概对加密货币整体的 铺险 只在他们所有的铺险 大概0.01% 所以相对讲是比较还好 而且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他受伤比较重的都是一些这个VC为主 传统金融实际上 并没有太大负金 在这个FTS上面 那只不过后续的话 可能要去关注是 接下来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 我们会都去看到加密货币圈 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 margin code 会有这个追降保证性 这个情况 毕竟FTS也是蛮大的一个交易手 FTT这个加密货币 实际上也蛮多这个风头持有的 那接下来可能大家去盘点 自己本身这个资产 有没有因为你只有太多的FTT 那造成你现在可能会出现 资不抵债这个状况 或是说有没有可能是 你这个公司的资产 有一部分就是放在FTS 那现在很有可能都会完全领不出来 那所以我们认为 短期间之间在加密货币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波当 整波公司现在看起来 这个风波可能还是停留在加密货币圈 当然它比较长远的影响是 毕竟这是第二大的交易所 要是连一个第二大交易所 都可以一天之内就消失的话 我想这个长远来讲 对这个投资人来讲 会是比较大这个信心的这个打击 拉丁美洲打造可再生动力的垃圾收集轮 在河流中拦截垃圾 下期新闻我们带您了解 欢迎回来来看到拉丁美洲第一个可再生动力的垃圾收集轮 透过水利和太阳能来驱动水车轮 在巴纳玛城一条污染严重的河流中拦截垃圾 避免这些废弃物流入海洋 同时还配备有人工智慧摄影机 能够帮助分类不同的塑胶制品 巴纳玛城的湖安迪亚斯河 出现一个造型奇特的垃圾收集轮 这个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巴纳玛首都 每年都有大量垃圾漂浮河中 在进入太平洋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为此当地环保组织打造了一个再生动力的垃圾收集轮 命名为万达 主要通过水流转动水轮 推动输送带收集垃圾 在水流不足时 改由太阳能板提供替代能源 持续捕捞河流中的垃圾 中东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湾 垃圾轮的启发 万达配备了人工智慧摄影机 以便对不同塑胶制品进行分类 五年多来有效减缓了固体垃圾 在巴纳玛河流和海岸线上蔓延 但最终解决方案 还在改变民众的使用习惯 好 但看到明天十一月十六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美国公布十一月的零售销售数据 另外辉达公司以及思科发布财报 港股的腾讯 还有阿里巴巴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以及劳动部公布最新的无薪加统计 以上是十月十五号的 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沈慧彤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